羽绒服越厚越好 羽绒服越轻越好 羽绒制品上的标识您看懂了吗 因为确实我们也不懂 所以呢这个问题 女儿又指明要了这个什么白鹅绒90的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别烧起 行家手把手教您挑羽绒 暖暖和糊 按照民间的习惯 过了冬至真正意义的冬天就开始了 温度越来越低 天气也越来越冷 这个时候 怎么要穿上一年中最后最保暖的衣服 来抵御严寒 而羽绒服也就成为这个季节的主角 想当初羽绒服刚刚清晰的那几年 穿上一件羽绒服 那可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 因为是锦鞘商品 商场专柜前仅满了人 人们争相抢购羽绒服 那时候 杭州的黄女士才二十几岁 她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件羽绒服 一转眼 二十来年过去了 一件羽绒服早已不见了踪影 虽然日子越来越好 黄女士的衣服越来越多 羽绒服也是一样 长的 短的 厚的 薄的 各式各样的羽绒服 给这个单调的气质 增添了亮的色彩 黄女士粗力算了一下 最近几年 光羽绒服自己就添置了三件 爱美的女儿羽绒服就更多了 再加上爱人的 这样算起来 全家人一共有十几件羽绒服 现在生活好了 我跟女儿都爱美 现在都不缺钱 所以看到漂亮的就买 羽绒服又轻又暖 比以前的棉袄好多了 所以买着买着也就买多了 这样打开除全是的 我们就换着穿 因为冬天色调又比较的单调的 外面都是灰乎乎的 也没什么绿色 所以就各种各样的颜色换着穿 心情也好 生活越过越好 黄女士一家也越来越讲究 这波刚刚入冬的时候 女儿就已布置了任务 今年要再添置一件羽绒服 要含容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而且指定要灰鹅绒 黄女士找出了家里的羽绒服 翻来覆去的看 果然 每件羽绒服上都标注的清清楚楚 有的是白鸭绒 有的是灰鸭绒 出容量有的是百分之八十 有的是百分之九十 虽说买过这么多羽绒服 可是黄女士挑的都是颜色 款式和厚薄 还真从来没有注意过 衣服里面的这些门道 女儿这次布置的任务 让黄女士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以前我们买羽绒服 只是注重它的款式 长短厚薄颜色 没有看过就是注意过别的东西 也没有想到有别的东西 然后这次 有女儿说 想买一个鹅绒的 而且要九龄的 说现在的鹅绒 都是比较环保 什么之类的 然后之前我想 还有这种的细节吗 我还真不知道 然后把以前的羽绒服 拉过来一看 确实每一件羽绒服里都有个标签 标签里面都有 毛片含多少 容含多少 然后怎么面料是多少 怎么洗涤 还蛮详细的 但是还真不知道 这些是什么意思 因为确实我们也不懂 所以这个问题 女儿又指明 要了什么白鹅绒 九龄的 到底该怎么办 这个可能还真要去研究研究 以往黄女士买羽绒服 看的是长 短 厚薄 挑的是款式 这又到了冬天 选购羽绒的季节 看着别人大包小包的羽绒服 拎回了家 人家的羽绒服 都是怎么买的呢 他们有什么挑选 羽绒服的好方法呢 我们在一个羽绒服销售专柜前 做了一个随机采访 看看能不能给黄女士织的招 你是在给谁选购羽绒服呀 我是在给我朋友 对 他那个在美国留学 然后国外羽绒服价格特别高 然后我正好来参加展会 就帮他看一看 那你挑羽绒服的时候 主要挑的是什么呢 主要一个 首先是那个羽绒的特重 看他保不保暖 因为他在地方特别冷 北方 然后其他就是款式吧 对 对鸭绒的类别 对羽绒的类别呢 有选择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跳羽绒服的时候 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选的是款式 跟大小 也没有别的特别的 是吧 那你注意过 羽绒服里面的标识吗 我们把这个打开看一下 对 就这个标识 你注意过吗 没有 没有注意 你现在 你看得懂吗 看得懂呀 是什么白鸭绒 百分之百 是吧 那你在看文章的时候 你没注意到这些 你注意 不注意 看款式的 都看款式的 别人没注意 其实它的质量 第二次 它它的保暖性 好不好 你从什么来 判断它的质量 好不好呢 因为怎么说 我们经常穿 这个羽绒服嘛 看一下就感觉到 吃羽绒的嘛 就这么感觉到 很保暖了 这种不懂 一般都是看 那个衣服的样子 穿着都不合适 它那个料子好 就行 有的不会 不是会钻毛 毛钻出来的嘛 一定要那种 看一下就好 看来像黄女士一样 大部分消费者 还是以个人喜好的 款式和颜色 来选择购买羽绒服 而对于最关键的 内在的羽绒含量 羽绒的类别 却关注不多 说起来 都有自己挑选 羽绒一套方法 可是要说给黄女士 做参考 又显得不耐了科学 那究竟该怎么挑选羽绒服呢 追溯羽绒服装的历史 早在我国古代 聪明的人们就用鸟兽的毛鱼 制成羽衣保暖 而羽绒服形成工业化身材 则不过近百年的时间 之所以羽绒服能够占据 冬季服装市场的主导 还是因为它的甜中物 羽绒服用鸟兽的轻变保护效果 羽绒呢 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动物纤维 其实它说它是纤维呢 实际它是一个立体球状的 它跟其他的 比如说丝年 羊绒 羊毛 棉花 这个也是天然的纤维 植物和动物的 但是它们都是线性的 一根线 长的 是可以纺织的 是可纺的 这种叫线性纤维 而羽绒呢 它是立体球状的 它是由一个羽根放射出 N个羽丝形成的 这么一个融朵的状态 所以它的形状不一样 它是立体球状的 不可仿的 这个就形成了 它的结构和其他的纤维 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正是羽绒的这种特殊的 放射性的结构特点 通过融上的细丝相互交错 里面饱含了大量的 不流动的空气 形成了稳定的热保护层 而空气是最好的热组 它可以使冷热空气不流通 所以羽绒服装比其他的保温材料 更具备保暖性的 于是羽绒服当之无愧地替代了 其他的保暖材料 成为冬天郁寒服装的主角 最近几年 为了美观和多功能用途 羽绒服在款式和面料上做起文章 毛泥面料 羊皮面料 高尔泰克斯的黄蜂防水面料 看的人眼花凉乱 但是不管怎么变化 起到月寒保暖作用的仍然是其中的羽绒 所以像黄女士家那样 一家老小有个十来件羽绒服 也就不足为奇了 即使这样 每年新款出来 还要在天上一两件 最近两年 街边新出现了一些定做加工羽绒服小店 现场抽绒制作 价格也不高 店铺周围飞扬着的羽毛 空气中鸡鸭的腥味 似乎也证明着自己就是货真价实的羽绒 与街边小店相比 网上羽绒服的销售就更加的火爆了 足不出户 电脑下单 快递直接送到家里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些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羽绒是真的吗 我们所说的羽绒是指水清 就是扁嘴的长谱的会有勇的这类的羽鸟类 尖嘴的那个爪没有谱 不会有勇 我们叫鹿羾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一些鸡 鸡它不会有勇 到水里一沾湿了 就成了落汤鸡了 而这个水禽呢 它扁嘴有谱 在水里会游泳的这种才有羽绒 羽绒它有聚水性 本身就有聚水性 你看那鹅鸭游泳完了 上岸一抖了毛 身上就没有水了 你让那鸡上水里待一下 你拎上来 它那毛是粘不开的 它是全都粘在一起 就落汤鸡 所以我们所说的羽绒是指水清 鸡是没有绒的 有些现在不法商贩 就把这个鸡毛 甚至是小鸡毛不容易区别 掺在这个羽绒里头 掺在鸭绒里 或者掺在鸭绒里 以刺冲好 这种东西不能洗 所以它溅水容易腐烂发臭 这也是现在 甲冒伪劣产品非常多的现象 羽绒一般根据来源 可分为鹅绒和鸭绒 根据颜色分为白绒和灰绒 羽绒分为绒和毛片 绒主要是指鹅和鸭肚皮下的那片毛绒 毛片则会带一些梗 羽绒的种类和蓬松度 是挑选羽绒制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最好的是白鹅绒 其次是灰鹅绒 再其次是白鸭绒和灰鸭绒 鹅绒优于鸭绒 主要是由于鹅绒的纤维组织 软肠 特别是纤维肠的优点使蓬松度更好 保暖性也更佳 羽绒服的质量与充容量和含容量有关 充容量指一件羽绒服续近的羽绒重量 用克表示一般为250克左右 充容量少保暖性差 含容量指羽绒中绒子的含量 用百分比表示一般含容量为50%到80% 含容量高则质量好 绒子能够使人体热量不易散失 且手感柔软 但当受压过的是浴湿后 不易及时鼓起 而小羽片此时能够使衣服蓬松鼓起 以保持衣内有较多的空气 有助饱满 但小羽片多了 热量一流散 且有毛梗感 所以绒子和小羽片必须兼收并续 比例得当 那怎么才能够买到一件质量合格的羽绒制品呢 专家告诉我们记住七个字一定不会买错 那就是看 按 摸 拍 文 编 选 第一步 看 看有没有羽绒制品信誉保证标志 这个羽绒制品信誉保证标志 是95年我们在工商管理局登记注册的一个证明商标 我们这个证明商标的目的是为了 其实它主要是证明三点 第一点是这个产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 是合标的 是合格的产品 第二个是纯天然的额压原材料 第三点就是生产这个产品的厂家 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一件有一个标 这个标我们一看 就是说这是什么时候生产的 是什么产品 它有时间 有地点 有场名 有品牌 还有发行的日期 这里面的一个数据我们都知道 第二步 按 用手按住羽绒服 然后马上松开 如果迅速回弹 恢复原杖 说明羽绒的蓬松度良好 如果弹性很慢很低 甚至没有回弹 且拎在手里有沉重感的 说明含容量低 或可能插了一定量的毛片 或者粉碎毛 第三步 摸 质量好了羽绒服 摸起来手感柔软 有完整的毛片 有羽毛梗但不能多 同时还要保证毛梗细软 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摸上去 没有羽毛梗的羽绒服最好 其实优质的羽绒 还有一定限度细小的毛梗 是很正常的 摸上去特别的柔软 一点梗都摸不到 这样的产品反而要谨慎的购买 因为有的厂家会将下脚料 蓬松棉 羽毛打碎了 填充在衣服里 当作羽绒来欺骗消费者 这样非但达不到保暖的效果 卫生还可能不达标 第四步 拍 用力拍一拍羽绒服 如果有羽绒跑出来 或针脚处油粉尘溢出 说明布料防钻性差 或缝纫针眼太大 这种羽绒服会越穿越薄 不过 要注意羽绒服面料不钻孔的同时 泡气性也要好 第五步 闻 鼻子接近羽绒服仔细地闻 如果有明显的异味或者是臭味 就有可能填充了劣质的羽绒 建议不要购买 第六步 颠 颠一颠羽绒服的重量 相比较而言 重量越轻 体积越大了越好 第七步 选 选择合适的剪裁和款式 剪裁上 用于固定羽绒的格子越多越好 否则洗过几次之后 羽绒可能会结团 款式则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 打算长途旅行的人 最好选择体积小 重量轻 可以压缩放在背包里的羽绒服 需要长期待在寒冷环境下的人 最好选择长款 面料较耐磨 有较多的口袋 放置随身物品的羽绒服 内穿的羽绒服马甲 则要选择相对贴身一些的 掌握了羽绒服挑选的七步法则 相信电脂机前的您 一定能够做到一个明明白白的消费者 过一个暖暖和和的冬天 提起说 大家可能都能说出几个种类 像绑蛇 眼镜蛇 银环蛇 竹叶青蛇等 这些蛇都不稀奇 有一种外形跟蛇长得一模一样的动物 既能入药 有结果的功效 又是治疗风湿的良药 这在明代的要点中有明确的记载 它在我国 只有在西藏摩托境内能够见到 它是热带地区的地理标志型动物之一 它在受到极度惊讶的时候 能自己断尾逃生 又能自己长新的尾巴 它长得什么样子 是蛇吗 真的有如此神奇吗 这种蛇非常不容易见到 墨托境内现在还有吗 为了见一见它的庐山真面目 我们的栏目的记者与探险爱好者一起 前往西藏自治区墨托县寻找这种蛇 我们一定要寻找到翠蛇 把翠蛇的细心了解 透测 林子里面嘛 一般比较近的地方都找不到 你们要去的话要去很远 而且还要爬山 要爬好高的山 你们可能去不了 所以说那边都很危险 那些路都很陡 翠蛇就喜欢生活在那个树叶底下嘛 所以我们村民啊 每次都拿个那个木叉子 在树叶底下翻翻翻翻 就是那种 一番就是一队一队的 一队一队的 这种蛇当地的老乡叫它翠蛇 数量稀少并且生性隐蔽 喜欢生活在原始森林的落叶堆中 就是统称翠蛇 我们这次的目的地就是墨托县 并前往世界上最深的大峡谷 雅鲁藏博大峡谷 峡谷深处 危机四伏 队员们提前做进山的准备 那个蛇吧 好多蛇都有 咬人的 那对 我们挺怕的 我老公一般都不去 我也没去过这些招牢 药啊 纱布啊 那些 一定要带到身上 万一咬到脚啊 身上啊 就麻烦了 不要轻易用手去抓树枝 有时候那个蛇 它就长得更树 在营外 首先要带药和纱布 因为谁都不会知道 会发生什么需要紧急处理的意外 最重要的是 一般原始森林里的蚊虫和马黄十分猖獗 一定要用胶带缠住裤口 袖口 尽量做好防护措施 同一个大安排 从人家指挥 他在前面带路 有两位队长负责 队员的安全 别着急 已发现脆蛇被目的 希望我们找到我们的脆蛇 大家有信心没有 有 好 欢迎向导 教老师就行了 安全 我们请来村里的一位老乡 他见过这种蛇 又有熟悉地形 请他做我们的向导 却同科考队员一起上餐 咱们这个 翠蛇要怎么长呢 咱们现在已经进到叢林里边了 翠蛇要拿一个棒棒 看个棒棒 拿个棒棒 拿个棒棒这样 这样抽 林子堵的地方去 行 好的 从这边可以下去吗 可以上去 队员们进入了原始森林 地面湿滑非常难走 并且衣服裹得又严实 十分闷热 没过多久 队员的衣服都湿透了 这时 一个意外发生了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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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小心点 我腿我腿很深 光哥 下来一下下来一下 有个队员滑倒 小心点小心点 会动吗 脚可以 啊是吧 哎就这个地方 这儿没事 就这一块 还有大腿肌肉 啊其实不要紧 嗯 肩腿拉伤而已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半夜版有点搓伤 没事没事 不需要爆炸 有点擦伤吧 这肯定哪个地方放了一下 没 抬头有点飞进 咱们用不用准备一些消肿的 或者是 都有 都有是吧 一定要往里边 这个 在野外探险 意外随时可能发生 大家如果有野外旅行计划 一定要有急救知识的储备在出门 幸好这次探险队友医生 及时的处理了队友的意外情况 传说有一种蛇 能自断尾巴 还能再生 十分神奇 我们栏目的记者 与探险爱好者一起 去了西藏莫托 想亲眼见见这种神奇的蛇 队友意外的摔伤 体力也消耗了大半 再往前走 就是接近峡谷的腹地 地形会更加的复杂 就在这时 医生找到了 如同打了一针心奔剂 这儿 哪儿 出来 我这儿只发现一个 哪里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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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一个 尾巴在这儿 你看到没有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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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小翠手 这是翠手吗 是翠手 小翠手 它会不会断 居然想 不会 不会 向导大哥 忘对 忘对大哥 我们找到一条蛇 所以就找到了 头先放进去吧 它没下去 它没下去啊 是 蛇 等一下 向导 你看一下这个 我们发现一条小蛇 它是翠蛇 你看一下 这个是另外一个 它叫什么品种 这个是我们的话 杀杯 杀什么 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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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毒吗 它一般没有毒 这个 一般没有毒 像这种蛇的话 它最多人长多大 最大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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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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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别人吃些什么东西 它一般是吃土的 吃土 吃土的 一般吃土的 土 它那个毒性不大 是吧 毒性不大 行 可以放生了 咱们把它放生了 放生吧 把它放生吧 白高兴一场 老乡确认 这不是翠蛇 既然来了 半途而非多遗憾 继续前进吧 小心点 小心点 没事吧 没事 有蜥蜴的地方 极有可能有翠蛇 因为它们的生活习性很相似 大家的热情又提了上来 更加仔细地寻找 对 让我们再走一走 所以你看见 蜥蜴的应该离翠蛇也不远了 翠蛇蛇 翠蛇吗 是不是翠蛇 好像是 对 对 这好像是吧 这一门一样刚刚走来了 不是翠蛇 再找一找 原始森林里 各种昆虫 爬行动物非常多 这时 一名队员裤口的胶带裂开了 它没发现 等到觉得腿疼的时候 已经被蜡蜂咬到了 从刚开始咬你 到现在你就一直没有感觉 真的吗 后面 也是自己检查了一下 下山再检查 咱们有药吗 有啊 有啊 喷的那个 还是现在做一下处理 对 处理一下 来处理一下 现在就擦擦根嘛 对 拿点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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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会不断的流血 还会不断流血 对 他那个血就还在还在 他没有凝固 而且没有直觉 感觉不到 那个 他的两端都有一个细盘 两端 两端都有 如果不 这个 如果是操作不当的话 你突然给他一拍 他细盘 还能够留在你的 那个皮肤表面 他不是脱落的 那个 那样会形成病变吗 肯定会 他是那个 马虹 他有一种 那个 第一 他是那个 有一个 那个麻醉素 麻醉素的话 比如说 他吸附在你的皮肤表面 他瞬间释放那个麻醉毒素 让你的表面没有直觉 这是一 第二 他还会分辨 那个分辨出一种毒素 出来的话 就是破坏你 那个局部的凝血功能 那么就造成什么 流血不止 而且你没有直觉 这是那个 他他的最基本的一个 一个攻击特征 马虹 一般 欺于潜水中 但在亚热带的丛林地带 有一种 汉马虹 常成军结队的 欺于树枝和草上 刚才把队员咬伤的 就是汉马虹 这群探险爱好者 估计是 见惯了野外的马虹 伤口经过了 简单的处理 队员们又继续 向园子森林深处走 这时时间已经到了 下午六点多了 光线已经明显暗了下来 翠蛇依然了无踪迹 到底有没有啊 别到最后都找不到了 应该还能找到翠蛇 你这么晚了 这个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还是应该能找到 翠谁啊 马虹 身上都知道了 不是马虹 但是就是还没找到谁 我都有点 可能找不到了吧 现在就连向导大哥 心里都没底了 队员们也都打起了退堂鼓 就在这时 有人发现了情况 翠蛇是吗 对 对 这就是翠蛇 翠蛇 对对对 没问题 这是翠蛇 近点近点 好好好 翠蛇 对 找到了 这是公的 咱们找一下 向导大哥来 公的 这个翠蛇还有公母之分吗 公母之分 哦哦哦 这个白色的 这是公的 这是公的是吧 这个花的是吧 但是我听说这个蛇 它会断尾吧 是吗 断尾要不断 轻轻 接一下 接一下 扭这蛇 再轻一点 要让它滑得动 轻易不会断 太重了 抓得 你抓得太重了 这翠蛇 注意啊 这条应该算大的还是小的 这算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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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的没有 好好把它放掉 放回去 对 把它放了 放生放生放生 我们拿放掉了 对 我们这次好像没有看到这个翠蛇 断尾巴的现象是吧 它已经断过了 它已经断过了吗 它那个翠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 它会断开 断开 断尾巴 四月份开始断 四月份 四月 四月份开始断 它应该是不会断的 它 翠蛇就是有尾巴 你看到了翠蛇 它就心情嘛 我心情嘛 马上做它就断了 哦 它这个一般是单独形状吗 它没在工作 应该是有一只工的 就会有一只母的 是吧 对 原来翠蛇并不是蛇 而是外星像蛇的原始蜥蜴 一般统称为蛇蜴 其实 细看它和蛇有很多地方不一样 比如蛇蜥尾巴长 蛇尾巴短 蛇蜥尾巴容易自动的断裂 而蛇不会 蛇蜥还有可闭合的眼瞼 蛇没有等 一些细微之处不同 而且所有的蛇蜥都无毒 蛇蜥已经被中国冰威动物红皮鼠等级 列为冰威保护等级 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惊讶它 所以也就没有验证它是否能够在受到极度惊吓时断尾 希望它能够在这片原始森林里繁衍生息 与自然人和谐共处 随着冬季冷空气的袭来 不仅让气候变得寒冷干燥 同时它还带来了一个调皮的让人无可奈何的小魔鬼 静电 您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 脱衣服的时候总能够听到琵琶的声响 早上起床梳头发时 头发常常会飘起来 而且会越梳越乱 穿裙子时 裙白总是会很不听话的贴紧你的身体 而且 无论是开门还是拿东西 在干燥的季节 您总是容易触恋 不过这些都是静电这个小魔鬼和我们开的玩笑 也许这些玩笑无伤大雅 但它实实在在的影响着我们的心情 危害着我们的健康 甚至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这是某加油站一女子正在自主加油的视频 当她刚讲把油枪抽出来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团火球突然从油箱口喷出 因为她身上产生的静电 一她穿的是画天的衣服毛衣 因为冬天特别容易产生静电 因为冬天我们有时候脱衣服的 也能听到琵琶琶琶琶琶那个声音 她当她手在身上摸或者蹭的时候 她在加油过程当中加完油 产生有一定的油气 她一摸她身上产生的静电 可能都会产生火灾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慢镜头 这个女子在加油前 她用手摸摸摸自己的裤子和毛衣 而再次接触油箱的时候 就发生了刚刚一幕 那可怕的火球就是由于静电摩擦引起的 在加油站打手机抽烟 敲打切器 还有就是检修车辆 还有就是不吸火加油 穿带丁的那个鞋 都会产生火 着火 在加油站里 我们随数可见禁止吸烟 禁止拨打手机的字样 这无非就是警示着我们安全不可忽视 提醒着我们当心危险的发生 在加油站里的工作人员 无论是穿戴还是使用的油枪 都是经过特殊的处理来预防静电 就拿工作服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衣服的内衬有很多的小格网 这就是为了消除静电而精心采用的设计 静电潜伏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角落 除了可能会威胁我们的安全 它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少的小麻烦 家住北京东城区的小流 无论秋天还是冬天 它总能与静电来个亲密的接触 比如在给别人递东西时 一不留神就会被静电所戏弄 在与别人握手时 它会被静电刺到 伸出的手便不自主地往回缩 然后两个人尴尬地对视一笑 自己拿东西担心在于静电 吓得不敢伸出手 如此云云最后都以尴尬来收场 主要是目前这个季节太干燥 然后平时跟朋友打招呼的时候 就是说会容易被电一下 特别是跟异性打招呼的时候 然后这种被电过后 然后就是说会比较影响心情 然后会产生一点尴尬 同样让静电困惑的还有小羊 他不仅在外面的时候 会迎来这个名叫静电的不速之客 回到家里也是一样 不仅开门会被电着 摘围巾时 还能清晰地看到长长的头发 随着围巾一起飘起来 同时还伴有噼里啪啦的声响 脱外套时整个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体上 无奈的小羊只有用手把衣服慢慢地撑开 才稍有缓和 面对静电带来的种种烦恼 小羊实在是忍无可忍 一到这个季节就特别爱起静电 尤其是穿这种尼斯弹衣的时候 回到家脱的时候 也会就是有那种啪啪啪的声音 然后还有头发也是 就是脱完以后就特别的像疯子一样 我们该如何对付静电 这个埋伏在秋冬干燥季节的碗里家伙呢 他除了对我们的生活和心情有所影响 又有哪些让你意想不到的危害呢 于栋北京中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主人医师 医学博士 于教授说 静电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家伙 现在很多人都不会重视这个问题 可静电对人体健康造成危险又是多方面的 例如现在的上班族整天变得着电脑 脸上的红斑色色沉着等疾病的发病概率 都远远高于不用电脑者 这就是由于电脑屏幕所产生的静电 吸引了大量的悬浮灰尘 同时 如果灰尘长时间积聚到我们的脸上 不及时清洗的话 毛囊就会很容易被堵塞 从而引起发炎 产生毛囊炎等株的问题 不仅如此 皮肤静电干扰 还可以改变人体体表的正常电位差 从而影响到心肌正常的电生理过程 看来 这一切都是这些看不见的静电 在偷偷的捣鬼 那么 是不是经常面对电脑屏幕的人 最容易受到静电的袭击呢 老年人啊 其实比年轻上班族啊 从身体构造上 可能更容易吸附静电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老年人的皮肤比较干燥 这个干燥的物体啊 吸附静电可能会更多一些 由于老年人的皮肤相对比年轻人干燥 再一个就是老年人的心血管系统的老化 抗干扰能力减弱等等 心血管系统本来就有着各种病变 静电呢 会使病情加重 因而老年人更容易遭受静电的危害 那么我们在这个寒冷干燥的冬天 应该怎么样对抗静电呢 首先从吃的方面 我们要多这个吃一些蔬菜和水果 酸奶啊 从预防皮肤干燥的角度呢 多饮水 医学的角度来讲呢 补充一些维生素C 预防那个皮肤的干燥 那么间接的会对预防静电有些作用 从用的方面呢 穿的方面呢 我们要尽量的少穿一些皮毛 化香类的衣物 这样的话容易摩擦引起静电 那么多穿纯棉的制片 再面对一些电器 那么尽量远离这个屏幕比较大的电器 这样的话 就会减少这个静电对皮肤的影响 从室内预防来说呢 我们要多通风 室内放一些花草 加湿器之类的 那么湿润呢 也会让我们对静电有一些预防的作用 其实 对付静电我们可以采取 防和放两种方法 防 我们应该尽量的选用纯棉制品 作为衣物和家具事物的面料 尽量避免使用化线地毯 和以塑料为表面材料的家具 以防止摩擦起电 尽可能地远离 诸如电室、电脑、电冰箱之类的电器 以防止感应起电 放 就是要增加适度 使局部的静电容易释放 当您关上电视 离开电脑以后 应该马上洗手洗脸 让皮肤表面上的静电荷 在水中释放掉 在冬天 尽量地选用高保湿的化妆品 还可以在室内饲养观赏鱼 和花草 来调节室内的温度 家住河北成德的小鱼 是一个资深的篮球迷 这波没事的时候 一个人就窝在家里沙发上看比赛 这个时间本应该上班的小鱼 怎么会在家里看球呢 原来他正等着预约的时间 去医院做手术 从外表上来看 我们完全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 精神也非常的好 小鱼到底怎么了呢 希望自己能做好 因为我觉得到这种程度 也去过很多医院 也去过找过很多人治 可能到现在的时候 需要做手术 需要做手术 要是能一次性能跟治 当然更好 小鱼今年31岁 是一名灯光调试师 她参与过很多大型舞台灯光的设计调试 对于工作她非常认真 也取得很多的成绩 可是正当她准备自己大干一场的时候 危机出现了 这段时间小鱼 这段时间小鱼长觉的腰疼 刚开始她以为是工作太累了 休息一下就好 另外她觉得男人腰不好 自然是肾上的问题 所以补肾的食疗 药疗方子也试了不少 可是效果却不理想 也吃过一些补肾的药 对于我来说可能作用不是特别大 补肾不仅没有遏制住腰疼 更糟糕的是小鱼的疼痛 开始从腰部一直往下走 魂部腿部都没能幸免 到后来几乎整个下半身都在疼 时间一长 即使是坐在沙发上什么都不干 腰疼的她都会冒汗出唇 腰以及屁股到腿 大腿的内侧外侧都比较疼 就好像是神经串着一条线 动不了她就疼 疼到厉害时小鱼去床上躺一会儿 就会稍微的缓紧一点 可一到晚上 腰疼就会更加严重 躺在床上翻个身都非常的困难 每次翻身她都表情痛苦 咬着牙慢慢的 一点点先把上半身转过来 再转下半身 翻个身要花上五分钟 整个晚上 躺起再睡 睡着又疼 反反复复不消停 小鱼也尝试过很多办法治疗 把火罐 针灸等都试过 可是依旧没有效果 其他的偏方那就属于 拔火罐 拔火罐 拔血罐 针灸也有过 为了减轻疼痛 小鱼走路的时候 身体总会不自觉的向左侧歪 这样可以稍微的减轻一下压力 似乎腰也没有那么疼了 为了彻底摆脱掉这让人困扰的疼痛 小鱼来到了以中医治疗健常的北京中医医院 希望能够赶快治好病 我也想尽快好起来 尤其父母面穿也比较大 自己好起来 对于他们来说 我觉得心理上也是一种减轻 压力上也会减少 到我们认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一种挺痛苦的面容 然后呢 进来说有一种 就是说一瘸一拐 一瘸一拐的 这么进入了我的诊室 接诊的柳根哲主任细心的给小鱼做了检查 十分钟后 柳主任已经有了基本的判断 而进一步的CT和核磁公证检查 肯定了柳主任的判断 小鱼是腰椎间盘突出症 基本上通过这两个影像学检查 初步判定是腰椎间盘突出症 而且是比较巨大的 自己不注重于保养 自己有一些症状 自己也没有太在意 不动地去保养 腰椎间盘突出症 是中老年人较为长发的疾患之一 主要是因为腰椎间盘各部分不同程度的 推行性改变后 在外力因素的作用下 椎间盘的纤维环破裂 随和组织从破裂之处突出于后方 或椎管内 导致相邻即神经根遭受刺激或者是压迫 从而产生腰部疼痛 疑似下肢或双下肢麻木 疼痛等一系列临床症状 一般这种病 一般它属于发生的一般特殊人群 你比如说长时间服按工作的人 还有一些司机 还有一些重体劳动者 是吧 还有一些距离的运动 不是将腰部扭伤 都会引起这种腰椎间盘突出症 目前针对腰椎间盘突出症 有按摩理疗等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式 而想通过保守的方法 将已经突出的随和缓纳回去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柳根哲主任建议 他接受现在最新的微疮手术治疗 小鱼很清楚 既然是手术肯定是会有风险的 万一手术失败了 他的下半辈子就得在轮椅上度过了 这让小鱼对手术有些犹豫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任何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 那么挤住内窥镜手术也不除外 回到家后 小鱼纠结要不要手术 如果不手术 自己的腰疼症状肯定还会持续下去 并且还会逐步的加重 家周围有一个小公园 小鱼每天都要去活动一下 走路的时候 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他的身体 不自觉的歪向一侧 让人感觉要倒了似的 而且没走几步 就得停下来扶着东西休息一下 时间稍微长一点 还得在长椅上坐会儿 看上去就像一个老年人一样 更要命的是 自己现在连穿衣服等 最起码的生活自理都非常困难 太不方便了 你自己连衣服都穿不上 自己连衣服穿着都很费劲 走路就肯定也走不了 做过一段时间理疗以后 勉强着能走个十多分钟 还是腿也不敢用力 一直用脚尖走 就得把年后心里也没有输入一片 看着儿子这么痛苦 母亲心疼不语 常常伤心掉眼泪 真希望自己可以代替儿子得病 而他能做的就是每天晚上都要给儿子按摩一下 希望儿子的腰疼能够缓解一点 就在所有人犹豫不绝的时候 危机再次出现 小鱼突然走不了路了 突然间突然间不能走了 当时只是腰疼 等到后来突然间有那么一天 手不能动也不能动 再次来到医院 柳根哲主任强内建议小鱼立即手术治疗 为了打消小鱼的顾虑 柳主任给小鱼再次的详细的介绍了手术 强调他术后第一天就可以下地行走了 手术后第一天就能活动 这让小鱼有些心动了 同时他也怀疑这是真的吗 因为我们威方手术对腰椎的这种损伤非常非常的小 而且对脊柱的这种稳定性没有破坏 所以说我们第一天下地是没有问题的 想着自己刷牙时要倚靠着墙才能站立 走路时也得歪着身体 爬楼梯也得扶着墙歪着身体 痛苦的一步步向上挪 这种生活让他跟家人都非常的痛苦 小鱼决定接受微肠手术治疗 住院期间小鱼每次卧床起床都很费力 走路也总是歪着身体 还得扶着扶手一步步的挪动 行动缓慢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手术熟期的进行 刷手消毒等一系列准备后 手术开始了 我们将神经根松解后 那么疏忽的这种疼痛 就会缓解或消失 虽然手术切口只有1.6公分 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从内窥镜上看到手术也 刷手术也 刷手术主任仔细地操作着 不一会儿就找到了压迫神经的尖盘 然后一点点地把它摘除 这样小鱼的疼痛也会一点点地消失 我们将这个突出的尖盘摘除后呢 神经根得到松解 松解我们手术就结束了 手术后第一天 我们的记者再次来到病房看望小鱼 对于下地走路 小鱼还是有些犹豫和害怕 柳根哲主任来到病房 仔细地给小鱼检查之后 让小鱼下地走路 睡探之后 小鱼可以轻松地起床 下地走路也非常自如 不用再扶着墙了 而且速度也明显快了很多 从他轻松的表情 我们可以感觉到之前的疼痛也缓解了很多 通过树后第一天下地呢 我们能够防止这种树后的神经根的粘连 以及能够提高它的腰背肌的这种力量 另外一个呢 能够防止一些疏忽的病发症 反而比没坐手之前强太多 患者啊这种臀部 还有这大腿的后外侧小腿的后外侧也是脚背等啊 这种疼痛呢是明显缓解或者消失 腰椎间盘突出的原因很多 风寒的侵袭就是其中一个 随着冬天的来临 天气逐渐的变冷 很多人为了美观 不注意保暖 不穿秋裤等保暖衣物 这是极有可能引发腰椎间盘突出的 因为风寒的侵袭会引起血管的收缩 从而让椎间盘的压力增大 所以不穿秋裤一足 不要为了美而抛弃的健康 一定要注意保暖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